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五嫂买了几个红石楼回来 顺便玩一下如何炸红石楼汁 其实我真的不懂 也不知它怎么开 因为我看过拿出来之后 纸红纸 我都不知 上网找影片才知道 顺便自己拍影片做个记录 其实这个红石楼有很多益处 有纤维质和抗氧化 对胆固神有帮助 总之有点好处 一天吃一个非常棒 原来要连纸一起吃 我当时吃的时候 你会看到里面有一粒字 嘴都会购买 其实是不需要的 应该连纸吃的 但如果你整粒咬 又很难咬 所以建议用搅拌机 搅拌它一起喝 这么巧 买了个女儿的 baby coat 不如借她来试一下 所以试一下这个 baby coat 好不可以 我现在就玩一下 原来这个质地很容易 有点脆脆的感觉 所以轻轻地在旁边 架一架 很容易把顶部撕掉 接着就在这里 跟回它的形 这个是五边形 这样的 是面条边的 可能我跟回五边形 这样切 就可以撕出来了 这样剝开了 但是呢 原来它不是很红 其实这个是不是不熟 呢 有没有网友可以解答一下 其实怎样选它是熟 还是不熟 我应该开另一个 我这个就 我见 旁边黄黄黄黄 打算没那么熟 因为没那么红 我打算红一点就熟一点 似乎现在我不是 我选错了 是不是应该多摆几天才弄它呢 不过都 好了 继续试吧 试试打烂是什么感觉 和是什么口感 好了 剝完就是这样 我剝的过程 我经常说有些东西 像剝什么呢 就是像剝粟米的感觉 很有趣的感觉 它的皮也很奇怪 但是剝出来 就差不多全部都是白白的 很淡的粉红 我都不知道这种是什么味道 希望 希望OK 那我剝出来再看看是什么效果 好了 现在试试 顺便试试这个 新机 买回微玩股 是否可以 这粒制做什么呢 蒸汽 好了 0就是这样 打完之后就这样 1 0 好像有些渣 好 加点烤出来 先看一下 好 几结架 嗯 感觉应该是好酸 好 尽管试一下 试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又不是哦 又不是OK 不过得定点这个 先试一下